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一场白宫的记者会 川普不计划参加的 后来股票跌得太凶 所以立刻出手 我们看一下 在盘前的美国各大指数 最多的时候大涨4% 现在开盘了 我们看一下各大指数的表现 对于川普利多如何反应 首先我们看一下 昨天大跌2000点的道琼指数 一开盘 现在的涨点 高达了800多点 涨幅又超过了3% 其次我们看一下 在NASDA的部分 也是大涨的格局 现在是8200多点 涨幅也达到了3%以上 接下来是标普500 标普500是在美国指数当中 涵概念是最广的 所以很多的分析师 都这个来看标普 标普目前是2838点 也是同步的大涨了3% 另外一个跟台湾的半导体 联动性最高的是 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的跌幅高达了9% 现在一开盘也是1611点 这个涨幅甚至达到了 接近3.5% 所以现在第一时间 开盘后台北时间的9点半 四大指数都是大涨 但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来探讨 川普的刺激计划 到底包括什么内容 我们有一个袭击 第一个应该是重点 所以讲三遍 减免 大幅减免 非常大幅的减免 减免什么东西 减免美国纳税人的薪资税 一般来说的话 美国的所得一年 大概年薪是5万美金 大概税率是在20% 换句话说 你大概要缴所得税 1万块美金 税后实际拿到的是 3万8或3万9美金 那各位想过了 假如川普把这个薪资税率 把它砍下来以后 假设美国有5000万人 一个人平均减免了 1000块美金的税 这样的话 总共就会高达500亿美金 这500亿美金的话 可以用于消费 也可能来买股票 这是很大的利多 万一5000万人的减免 是3000块美金的话 就会达到空前的 1500亿美金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最直接影响到 美国的销汇的股票 我们现在来看开盘后的 第一个 沃玛 美国最大的零售销售的沃玛 沃玛的股价 我们现在看到它第一时间 虽然涨幅是不到2% 大家觉得说 今天美国股市这么厉害 它涨幅不是很大 但请看它的走势 它的K线 这波美国股市 大部分的股票都破底 我们请看一下沃玛的股价 没有跌很多 为什么 因为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的时候 一般的民众会跑到沃玛去采买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用品 所以反而它的股价 这一波是相对的强劲 第二个 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台湾的民众太熟的好市多 好市多现在的股价 也出现了上涨 也大约是涨幅 是1%左右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它的K线 它的K线好市多的走势 也是这一波 在美国重量级的消费股里面 没有跌到的 所以从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档抗跌的股票 都迎接了川普的利多 大家手头的这个钱 未来假如多了 可能就会到沃玛好市多去采买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回到刚才的虚机 因为美国很多的人是实心 实心的员工的话 他的福利就比较差 所以一般来讲 万一你不幸感染了新冠会员 所以你如何自我隔离 但是雇主可能没有给你薪资 所以这一次的计划 可能包括了实心的工作者 他假如说被隔离了以后 可以在工资里面如何补贴 我想这个是有选举的考量 川普要照顾 要不然你到时候减免的所得税 都是有钱人收入高的 这个可能对他的选举的选票 没有帮助 再过来 美国这一次最严重的 我们看光是公主邮轮就有两艘 钻石公主 还有现在还在美国外海的自尊公主 所以白宫会跟航空邮轮业者 合作来对抗疫情 他总而言之 这些经济政策规模会很大 好 我们就看一下 华伦巴辉特股神 投资的达美航空 现在开盘后的表现 是如何的一个走势 目前是大涨了4% 45块的美金 直接就来开高 我们回头看一下他的K线 航空业不用讲 现在全球谁敢搭飞机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走势 一路的下跌 到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反弹 再过来 可以说是这一波里面 受伤最重的就是 公主邮轮的母公师 就是嘉年华国际 嘉年华国际 今天一开盘了以后 现在的涨幅不断的扩大 目前我看到是有 9%左右一个幅度 我们直接看一下他的K线 过去的幅度 他已经大跌了六成 大跌了六成 到目前我认为嘉年华国际的话 可以看成新冠会员的空荒指标 也就是说他只要连续三天的藏宏 代表这一波的疫情即将结束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永利度假村 这是全球最大的赌场 现在应该也没人去赌场 不过直接开高以后 现在有点涨幅的缩小 所以还在持续的一个震荡当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川普也需要 所谓的来重根 把这个疫情的控制 就是开花疫苗 所以他下令要求这些生技公司 制药公司加快疫苗的研花 副总统彭斯有召集了几天前 召集了这些重量级 包括美国自己的葛兰素 这些药厂的主管来开会 开完会以后我们看一下 他们已经有初步的一个情况 包括德国 这个都是全球最重量级的这些药厂 德国的Curve Vec 他说六点就会第一阶段的 候选的疫苗 华国的赛洛斯 他说我可以生产六亿剂 而且这一次希望最大的 就是美国的吉利的 旗下的瑞德西韦 会有第三阶段的临床实验 我们就直接看瑞德西韦 的母公司吉利的股价 但是他直接开高之后 现在的股价反而下跌 反而缩小跌幅 虽然还在平盘之上 但是涨幅非常的少 我们请看他的K线相对强劲 所以有可能大家认为说 万一这个疫情到了后期的时候 即便你制药成功 说不定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到时候没有太大的情况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跟台湾的相关的公司 我们直接看我们台积电 在下午花步了他二月份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 我们仔细看这个数字 它是出现了七个月来的一个低点 933亿 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终止了 连续六个月破了千亿 月减了将近10% 但是年增还有53% 整个我们看一下 一二月的话 他还是年增有五成 但是重点是台积电 没有下调第一季的财测 第一季的财测是102亿到103亿美金 换算了以后 大概三月份要做到营收 是1079亿到1108亿 所以基本上 他第一季的财测应该会达成 那今天我们直接看TSM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 明天的台北股市 这一波里面重量级的科技股 大概它是为二 没有破底 即便在昨天 美国股市跌了2000点 我们请看 它的ADR TSM 守住了前低51块美金 现在的报价出现了强劲的上涨 大概涨幅有2%多 来到53块美金 所以基本上对应了台股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在台股的交易 它基本上是翻红 但是请注意看它的K线 这个307块它守住盘中散数300 但是它今天的低点有破前边的低点 所以老实讲美国的ADR更强 另外我们要跟各位看 现在的会办的重量级的半导体 因为今天大陆的股市在下午过后 可能是习近平视察了武汉 发动了所谓的总供给的讯号 中午过后的话 5G半导体的股票纷纷的大涨 大概有30党大陆的5G的股票 涨停板 这个会反映在明天的台北股市 所以在相关的这些 重量级的半导体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现在开高之后 不过现在的涨幅有点缩小 再过来我们看艾斯摩尔 就是台积电的光科技 就是跟他买的 现在开高之后 这个还不错 还有4%的一个涨幅 另外AMD 我们来看一下AMD 也是今天的会办 不过今天都是这样开得很高 可能盘中会现在被调解 不过伊南有相当大的一个涨幅 再过来跟台湾的机体相关的是美光 美光现在涨幅也有3%左右 3%左右 来到47块的一个美金 再过来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看美国股市的尖亚股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老板贝佐斯是美国的第一富豪 目前开高之后股价也不错 大概有2 3%的一个涨幅 再过来苹果 我觉得特别要讲苹果 苹果的话也是少数 我们说为二 除了台积电的ADI以外 就是苹果的股价 这一波并没有跌破前低 我们看一下它的低点是256美金 守住了你看所以今天假如 Apple的股价有很好的表现的话 应该会对明天的瓶盖股 会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提一下 苹果现在取代了特斯拉 成为华尔街 换空最多的金额最多的股票 所以它也成为嘎空的一个指标 讲到特斯拉 我们也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股价 特斯拉股价在上一波的高点 直接的冲向了1000美元 但是随着大盘的转弱 也进入了一个修正 今天的特斯拉的盘前 我看它是涨了9% 目前我们实际的交易 股价也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也有很大的一个涨幅 不过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在大盘的部分 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一下大盘 因为经过了这个开盘 大概已经有十几分钟的一个情况了 道琼指数直接的开高 现在震荡有点在收敛它的一个涨幅 大概几涨了以后 因为很多的人可能要解套 所以出现了开盘后几涨 出现了这个卖压 这个是很合理的 另外NASDA目前的涨幅的话 这个就缩小了很多的一个涨幅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包括标普 我们回头再看 标普也一样跟NASDA的走势 开高之后 现在急速的收敛了一个涨幅 最后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 在收敛了一个涨幅之后 目前又开始出现了反弹 但是我们看了美国股市的表现以外 还是要看他们几个指标 第一个 公债的殖利率 10年级的公债殖利率 现在的反弹的一个情况 现在已经急速的拉高到0.7%左右 昨天触及了0.48%的一个低点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房金 房金的走势 昨天高点来到了1700美元 今天可能因为有刺激的方案 所以避险的需求就减少 现在房金也收敛了一个涨幅 回到了一个比较相对的 一个震荡的一个地位 最后我们就看石油 昨天石油一口气跌掉了25% 今天盘前因为刺激的政策出来 油价一度涨了9% 我们现在看到西德州的原油的走势 目前的涨幅也急速的增加 不过要把他前波的一个下跌的缺口 把它补起来的话 可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谢谢大家 来看疫情 因为资本市场跟疫情息息相关 我们回来看疫情是 台湾有一起44例 44例的发病时间 跟另外一起到飞国的 这一起案例的发病时间 前后只差了一天 所以为此机关中心 还特别开了记者会 来厘清到底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感染源 或者是我们的第44例案 感染给这一位非国台籍的确诊案例 所以在发病日只差一天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我们44案传给他 还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传染源 而连续发病间隔 是不是成为判断的关键 理事长 是这样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 这个案是4例 他是在2月28号 到3月3号的时候 他去菲律宾旅游 然后在3月3号之前 他曾经跟一个菲律宾的友人 他在那边有接触过 然后他也跟他的室友 两个室友 住在同个房间里面 结果他的那个 那个友人发病 室友没有发病 那所以说 这样子的话就出问题了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如果台湾有个病例 我们出国的时候 没有给他诊断出来 让他跑到了菲律宾去 传给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国家的一个 很大的羞耻 你没有好好管好 我们的国民 没有做好输出管制 这就是非国台机的 这一起确诊案例 如果是在台湾 被我们第44例感染 就代表我们管控不严 对 竟然还让人家出国 对 但是如果在 在中国大陆 在菲律宾得到的话 那菲律宾的那简单 那就菲律宾不好 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这个到底是 他是在菲律宾得到的 还是从台湾输出出去的 那这个时候就关系到 我们一个病 潜伏期能不能够传染 传染给别人 好 所以这个案子 比较特别的是 44案到底是不是 由44案传染给 菲国台机的确诊案例呢 他们都一样是造访菲国 而且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不同的是 一个是在2号就出现症状 一个是在3号出现症状 他们发病差一天 有没有可能是 44传给他的呢 两个病 如果他是互相传染的话 两个病人 如果互相传染的话 他有个中间 有个时间差的 他要差一个潜伏期 对不对 但是假如说 你假如说 这个两个是同时发病的话 那是共同铺路源 共同铺路源来的 所以这个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们从认定 他的同事的室友 竟然没有问题 那他有问题的话 我们认定 这是一个 一个共同铺路源来的 这个案例之所以这么关键 有两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如果是台湾输出的病例 那是我们管控不严 对我们防疫而言 这是一大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 跟潜伏期有关 华中科技大学特别谈到 有六成的二代病例 在一代病例发病 前三天就被感染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华中科技大学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 你看这边 它是第一代的病例 就第一代 我一个指标病例 我传出去的一个病例 黑色是指第一代 对 然后第二代病例是在这里 第一代病例 假设从武汉 好不好 通常现在第一代 很多都从武汉 假设第一代是武汉 它这代表的区陷 是什么意思 代表他的 他的发病的时候的症状 你看在零天的时候 零代表的是 零代表没有症状 症状开始的日期 症状开始的日期 所以换句来就是发病日 发病日 零时发病日 对 然后在这个 一代病例里面 你看传给二代病例 二代病例是第一代病例 传过来的 在二代病例的时候 你看大部分的病例 都在症状出来之前 所以非常可怕 这个比例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几 百分之七十几的 所以就是说在一代 他的症状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 他这时候还没有出现之前 其他已经先传给二代了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在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一个月前 他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 他就已经讲过事情 他说这个新冠肺炎 他的前伏期的最后一段时间 大概两三天的时候 他是有传染力的 然后在有症状的时候 最后的几天是没有传染力的 他已经把那个时间给界定下来了 你看这个就是说 他们在有症状之前 有症状之前 他的传染出去的话 百分之七十三点零 七十三点零 非常高 所以反而是在他有症状前的传染力 比症状后的传染力还来得强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测发烧 发烧前的传染力 比发烧后的传染力强 对 我们从他的统计 百分之七十三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个在防控上面 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 所以我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指他在有症状之前一天 他竟然有症状之前 他就转到统计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三天 五点四 所以加起来 竟然有高达73% 这是百分比的人 是在症状之前 他就可以传染给别人了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跟我们以前的概念都不一样 有症状才去管控 没有症状的更离谱 所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 所以他这个调研的结果 就让我们说看看 能不能够解释说 这个病例到底是 是不是台湾出去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最有力的一个 驳斥的一个条件就是说 他竟然没有 既然他前部级传染力很强 那他为什么不传给他的室友呢 为什么传给他那个 他一个偶然接触的一个友人 对不对 所以而且他们的发病时间 都几乎相同 所以我们认定是共同铺路员 那共同铺路员的话 就在菲律宾得的 不是我们国家输出去的 这一会儿是共同铺路员的 如果他的瓶颇 我们去迟出来了 这会儿是共同铺路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